小声游戏热爱生活 大家好,这里是孟宣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奇葩种子 这三个种子分别来自于 1.12多彩版本 1.7.0改变版本 和1.17洞穴版本 这些种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特性 虽然MC的种子都是由SEED资源来决定 但由于SEED自身所具备的随机性 所以一些SEED会让整个MC世界看起来不可思议 甚至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人为形成的 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奇葩种子 才能让我们感受到更多探索的乐趣 那么奇葩种子来了 对了,在开演之前希望大家点一个免费的赞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封面的讨好种子 这是一个来自于1.12.2的山崖村庄 虽然1.18的山崖版本还未来的 但你可以看见一个高度长达150米的摩天大楼 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人为加工 整栋摩天大楼的高度 与下方村庄的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形成摩天大楼的原因很简单 原本世界这里生成了一个少见的浮空小岛 但是因为系统判定这里生成村庄 所以有一栋房屋刚好生成在这个小岛上 但是因为村庄这样的建筑是需要底座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系统为了迎合整个房屋 从而自动从地面生成超高的地基 然后自动就形成了这样的摩天大楼 那相信很多同学有MC都比较佛系 平时就喜欢和村民打成一片佛系生存 那么第二个种子就是一个相当佛系的奇葩种子 你可以做到只在出生点周围的区块 哪都不用去就把MC给通关了 总之出生点下方正对着墨地传送门 由于出生点处于村庄中 你可以通过种植小麦或者其他食物 矿物等物品和村民交易获取绿宝石 并用得到的绿宝石与村民交易获得墨影之眼 最后达成去往墨地通关 没错就是什么的佛系简单 下面大家可能都有见过这样的石像建筑图片 早期我们都很单纯 以为这样的石像是MC中的彩蛋种子 所以就抱着一丝好奇之心 尝试着去亲自探索 最后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苦感 无论是那是什么样 还是沙漠骷髅 无非都是大神们自己的建筑杰作 根本不是自然生成的 但是MC的种子所谓激性 也生成了天然的类似石像 虽然外观与前面的作品还是有差距 但考虑到是天然生成的 这样的石像已经很逼真了 整个石像像一个人高举着右手 比划着C模样 像不像小时候举手回答问题的样子 但有一说一 这的确是我见过自然生存最有型的石像了 好了 种子已经交给你们了 交给免费的赛 当学费不过分吧 讲完了 那咱们就下期赛先吧 bye by bwd6 感谢观看